哈囉我是滴妹 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 哈囉大家 歡迎回到阿滴英文的頻道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 哇 真的好久沒有看到滴妹了呢 好久喔 繼上一集英雄聯盟的影片 因為反應太熱烈了 Woo 所以選出了今天的第二集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遊戲中我們常常聽到的那位廣播員的台詞 在遊戲中不管是一開始進入遊戲 或是在遊戲過程當中殺人以及被殺的時候 都有提示音 那這些提示音都有英文可以學習喔 今天就列出所有廣播員的台詞 一一介紹給大家 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 Welcome to Summoner's Rift 歡迎來到召喚峽谷 這一句就是你一開始進入到遊戲畫面的時候 就會聽到的聲音 Summoner 作為動詞就是召喚 那並文名詞 Summoner 也就是召喚師囉 這裡的 Rift 雖然它的翻譯是峽谷 但是峽谷我們比較常叫的是 Canyon 而 Rift 則比較像是裂縫 30 秒後即將召喚小兵 Minions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就是那個很可愛的黃色小小兵 Banana 但是其實 Minions 除了翻譯成小兵之外 它更有小爪牙、小裸裸的感覺 那 Spawn 這個字其實就是孵出來東西的意思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句 小兵已經召喚出來了 字面上直接的翻譯就是這樣 不過基本上聽到這句就代表雙方可以開始進攻了 再來就要講到當你在一定的秒數內連殺時 廣播員會播報的提示音 You have slain an enemy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quadra kill penta kill penta kill 哇有沒有聽起來就是一種很爽的感覺呢 接下來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double triple quadra 跟 penta 這幾個詞 double 我們很常見 比如說 double espresso 就是雙倍的濃縮咖啡 又或者我們可能會看到 double date 也就是雙對 兩對情侶一起約會 不過可能從 triple 開始就有一點點比較不熟悉 但是我們看到前面的字首 TRI 也是非常常見的喔 代表三個的意思 比如說 triplets 三胞胎 triangle 三角形 以及 trinity 三位一體 再來 quadra 是由 quadruple 或者是 quad 而來 也就是有四的意思 最後 penta 其實是從希臘文轉變而來 也就有五的這個意思 或許蠻多人對這個字其實不陌生 因為在電影裡面我們常常看到 美國的國防部 也就是五角大廈的 pentagon 好 那在這邊注意一下喔 penta 是五喔 不是 panda 有些人會以為是熊貓 這樣就變成熊貓殺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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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penta 五連殺 penda kill 熊貓殺 遊戲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在不被敵人殺死的狀態下 一直累積你的擊殺數的話 廣播員就會說出以下幾種提示音 讚揚你威武無比的戰鬥實力 若累積三個擊殺數 就是 killing spree killing spree spree 的意思就是在某段時間內 你不斷的狂熱的進行某種活動 像是也可以用來形容逛街買東西 shopping spree 或者是大吃特吃 eating spree 累積四個 rampage rampage rampage版的意思是用在發脾氣上 通常是指不受控制 又充滿毀滅性的行為 而rampage 這個字 其實我覺得跟rage 蠻像的 所以可以把他們聯想在一起 也就是極為憤怒的瘋狂殺戮狀態 累積五個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這個應該不用太多解釋 unstoppable 就是無法阻擋 或是不能阻止的一個擊殺狀態 累積六個 dominating dominating dominate 有主宰之意 代表他的技巧已經壓制了全場的人 在所有人之上的感覺 累積七個 god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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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裝 like god 就是如同神一般的 強大有威力 累積八個 legendary legendary 最後最高級的 累積八個或是以上的擊殺術 就是legendary 你已經成為傳奇般的人物 沒有人可以批敵你了 不過如果你在連殺三個人以上 也就是在killing spree以上的狀態 被敵人殺了的話 就會出現這一句 shut down shut down 通常我們最常聽見的就是 把某個機器關機 比如說shut down the computer 把電腦關機 所以這邊代表的意思有點像是 有人終於把你關機了 有人把你的囂張行徑 終結終止 不再讓你累積擊殺數 那除了被敵對的英雄殺掉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使法 executed 那當這一句出來的時候 就代表你是被塔殺 或者是被小兵 野怪殺掉 它原本的意思是 被處決了 被處於死刑 所以不是普通的被殺 而是被官方的處決掉了 那最後 ace 就是如果你把敵對的 最後一位英雄殺掉的時候 會出現的字 aced ace 原本的意思 就是我們常見的 撲克牌裡的a 另一種意思 就是當我們在某項事情上 表現得很好的時候 也可以使用這個字 比如說 I aced my midterm exams 也就是我期中考 考得很好的意思 那我們接下來 就來聽一下 我最常聽到的音效 大家比較熟悉的殺 可能就是kill 但是在遊戲當中 更常使用到的 卻是 slay 這個字 slay 就是砍殺人的意思 那 slay 就是 slay 的完成式 不過最近這幾年 slay 在美國 也轉變成為一個 時下的流行語 那這個字在使用上 就有很酷 很棒 或者是很成功的意思 以上就是今天 我們幫大家統整的 英雄聯盟廣播員的台詞 希望大家喜歡 也有學到一些新的知識喔 我都是聽到 You have been slayed 哈哈哈 Enemy Pentacle 不要忘記 E4晚上9點準時回來看影片 thanks for watching as always and I'll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see ya See ya See ya 謝謝